朋友们 这个榴莲生意的利润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次22480块钱进了204块榴莲 买到今天终于 各位老兄看到他们2万2的这个投资 买了一车的榴莲卖了这么多天 总净盈利才达到 嗨大家好我是榴莲哥阿姨 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中国朋友在中国卖榴莲 一共投资了多少钱 一共是2万2千块 2万2千块进了大概是204粒榴莲 其实也不贵 一粒榴莲大概是110块 这个应该是泰国或是越南的榴莲 我们过去看看 朋友们 这个榴莲生意的利润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次22480块钱进了204块榴莲 是要110块钱 马币70块一粒 觉得贵吗 买到今天终于就只剩到最后这10来锅了 并且现在我们已经处于盈利状态 从前 掌声 你在说啥呀 What are you talking 等你好不好 这10来锅榴莲 清仓我们就跟大家算一下 到底挣了好多钱 朋友 我们在马来西亚卖榴莲呢 一天的榴莲就要卖完了 卖不完明天我们就不可以卖了 或是 再留多一天好不好 再不可以 我们就会要卖给 那些榴莲果泥的这个 手购上 这个台胸呢 这个中国朋友呢 他已经卖了第六天 然后他开开始 才刚刚开始 制造盈利 就是开始赚钱 有点要没得了 快来哦 最后几个了 你看你看你看 游货过来了 今天今天划算 最后几个我是便宜买的了 真的是无所谓了 二十多斤 别说你们全来几块几块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 他卖榴莲的 你看 今天的榴莲特别的便宜 他已经卖二十六块钱一斤 二十六块钱的人民币呢 大概我们是多少钱呢 二十六块一斤也不便宜 我们算起来大概人民币 二十六块 我们马币大概是要十七块 算起来美金才一个三块六 只受您活物了现在 比如说一百年四十一百块 一百五十九块 就是百五十五块 我给你清了 我给你打开你看看果肉嘛 果肉不好我都不会给你们 这个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块钱 你尝一下这里 尝一下那块甜不甜 不甜就算我的没事 甜不甜 有点 那你要不要再产 有酒味 有酒味吗 有酒味换一个 看到吗 它的榴莲有酒味还要换一个 这么厉害吗 其实好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吃那些 卡布利啊 葫芦啊 或是猫山王啊 有点干苦 有些带有酒味 是非常棒 非常香气浓郁的榴莲 但是他们的酒味 可能他们是再次说 已经发酵 过了过农了 已经太过发酵了 所以酒味是有点臭酸的意思 所以才要换一个 有酒味肯定就是有质量问题 这个我拿回家吃 有点 有没有满意的吗 看一下 没有满意的就下次来嘛 主要是早上吃了一个 那就下次再过来买嘛 慢了 没有没有 拜拜 这个生意没做成 是榴莲 困点水点 酒味我看看 酒味我没得 各位朋友 泰国榴莲和马来西亚人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的榴莲藏得太久 还可以卖 就是泰国榴莲 马来西亚榴莲熟了 掉下来 就是可以熟最多一天 或是两天 就要卖掉了 不然的话 它就会有 他们中国人所谓的 有酒味 中间 中间的海皮切了 好吃啊中间 中间有酒味 来试一试 请一口 我们的中国同胞 讲得非常好 生的时候 吃的时候 就有点脆 太熟了 就有点酒味 这都是我们卖榴莲 所要关注的地方 那些朋友 还没有吃过榴莲的 快点去吃啦 榴莲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我尝一块 看还是味道咋样 好难熟 这个榴莲非常奇佩了 树中带生 森中带树 树的部分吃就有酒味 就像树锅那样 森的部分吃就还得脆的 下等会儿我把这榴莲清了等会儿 跟他们调行 我们的粉丝朋友来买榴莲 要求给我们和饮 等会儿和啥点中间 表现得精凉点 嗯 哎呦很爱人的 你看很安逸的 骨肉都好了 好轻而回来 好轻而回来 来慢走 这会开凉黄出来 好轻得 要得 今天都成章 这也不是小班 来 慢走兄弟 好轻而回来 好 再见 来吧来吧我们和饮 这是我非常羡慕他的地方 这只卖榴莲呢 卖的都有很多粉丝来跟随他 甚至跟他来购买榴莲 还跟他一起合照呢 来摆个小子 咱们先走去 我只会这种 美女粉丝朋友 你只会这一张 谁这种 你男朋友才是你们的总是粉丝 哦 是的 我也是 有男朋友 我刚刚还说我回去的那种爱情事 还真是吗 是了 我也是 有男朋友 我刚刚还说我回去的那种爱情事 还真是吗 还真是吗 那有男朋友不过我都忙活 哦 还真是 那我来吧 还个姿势 还个姿势 那我来吧 620度啊 安逸很 这是大友会啊 还出来不是这种干嘛大黄的别人没钱 三个的 好 拜拜 半个人看点数没有 来 看一看就快了 就看一看数没说啊 好 没问题 添麻就这四个了 又安逸很了 几大黄的 这不算安逸 这不算安逸 六点六点最后三个了 这个180 二十六斤 八开干包大黄肉 开出来三包四包股肉 去全放我的表情 你不放过呀 我吃半年了 我吃了三个股肉 八年了 整口腊 你这个收入水平 跟它中间有得便宜 挺过年的嘛 是不是 今儿又会甜 真的吗 一四五年了 可以五个吃吗 一百八点说实话 我拿得出来 今天拿得出来 你不要说大话 我看你随时都拿出来 我看你这种太多了 来嘛 这就是极拼的黑嘛 这什么 这什么拿喽 这个是有点的小吃 那这边呢 我就很想说的就是 这种榴莲呢 是稍微有瑕疵 那对我们中国的同胞 还可以接受 是非常随和随便的 但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买这种榴莲呢 它就拿榴莲丢你了 这就是我们 卖榴莲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下黑点 你看嘛 如果什么这黑点 如果水果中心 我一黑点快点北京 这里榴莲我非常喜欢 知道我喜欢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它的皮呢 它的壳呢 非常的薄 果肉非常的浓厚 这就是我们很多中国同胞 所 梦寐以求的榴莲呢 就是很期待 要买这种榴莲 因为它的果肉 真的是达到 40%多的 就是最好的榴莲 对中国同胞来说 我们一定要买到 价廉物美的榴莲嘛 所以一般上 我们卖的榴莲好像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北马一带的红虾 它的果肉呢 是蛮薄的 然后 它的这个 壳呢 是蛮厚的 但是它这种榴莲 就是非常 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香气 它的香意的味道 还有浓浓的一种 古早味 是 钱才买到 所以它不是给你吃的很薄 那种 而且给你感觉到那种味道 是非常香 就好像我们吃 一套 就是自由餐 或是 吃一套法国餐 那就开这个 最后锅了 要不要开看哈 只是 如果带水问题 我就不好意思啊 都算我了 都算我了 放心啊 好 你说 这是它想吃啊 是啊 我把你我娘娘有问题 好的都是四毛 是不是嘛 都算我的放心 不是 你还要不要买一个 好好好 不要不好意思 这个一杯酒是不好 直接一杯酒了 最后一个 好 好 这个就没得了 好 对 新鲜点 嗯对 一天都没得了 来 冲击 清藏了 今天天都没得消糟了 当吃榴莲的境界呢 不一样的时候呢 就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要吃得非常饱的那种 吃得非常脂的 这种就要我们的果肉非常大包 然后果肉一定要好吃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呢 它要非常不一样的味道 然后果肉不要太多 因为我吃完了这个 啊 果肉了之后 我还要吃别的东西 还是或是吃别的种类嘛 所以这种两种不一样 賣榴莲的人的人 千万要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然后你推荐什么榴莲给他 来把公司今天的现金流点清楚 我来对这个手机支付的这几天算个中涨 朋友们 刚才我已经算出来了 各位老兄 看到他们两万二的这个投资呢 买了一车的榴莲呢 卖了这么多天呢 总净盈利才达到三千多块钱 这种生意可以做吗 各位中国的中包 千万别放弃 我们一起努力看我的视频 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个大洋 进了一车六年 最终村里人 居然只有三千五百六十五个大洋 昨天 这个数据嘛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你来告诉我 我们的里人究竟去哪了 我没吃你的 你不要紧张 我不是说你吃了 我的意思是 今天晚上你回合就不要休息了 好好地给我做一份报告 我们明天开会来研究 有这个事情 利润究竟去哪了 这两个兄弟非常好笑 总之做榴莲 看人家这么好赚 自己卖的时候 又没有这么好赚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一面做视频 一面告诉大家好不好 这两兄弟都摸不出头脑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生意都是这样子做 一面做一面学习 而不是一面做一面摸索 一直要研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来我们看一下视频 最重要要会选榴莲 选好品质的榴莲 才可以做到生意 你的客户才会回流 这才是真正做榴莲的王大瓦 你一定要掌握了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产品的数字 榴莲的数字 如果你选的榴莲 可以的话你随便卖 你随便卖都卖得出 各位朋友我们卖榴莲系列 今天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订阅和分享